哈喽大家好我是蜜子芯 好久没有吃自助了 今天我去吃你们看值多少钱一位 你好 你们中午的那个自助还有位置吗 中午的自助在吃满了哦 现在只有点菜 现在只有点菜 欢迎一下 我收藏了一个超级猛的 大家现在这么爱吃自助肉嘛 我的天都要提前预约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 今天中午等会我可以过来用餐吗 今天中午已经没有位置了不好意思 记忆您提前三到五天来预订会好一点 哦好吧 我的天太打扰阔了 再来试一个 你好 全聪明请不吵什么 你好你们今天那个自助还有位置吗 还有位置吧 因为大概几点过来要你吃 嗯差不多11点半嘛 好现在你帮您约好 对你生活一块 耶 这就是生活中的小缺席 那我们去看看菜品吧 菜单一共有两页 怎么点菜吃回本呢 精选必须要什么贵 按到什么点 点心25道 前菜7道 长粉4道 粥4道 烧腊4道 热菜16道 面米发5道 甜品4道 饮品5道 完了我看他们今天生意这么好 我的奢华点心三部曲 我可能吃不到了 每天限量10份 希望不要告诉我 他们的奢华点心没有了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每次来南边 堵都要堵半个小时 中午也有这个 变脸 看到没有 好厉害 先来的是热菜 大人炒蛋 水准相当的不错 滑蛋包裹着新鲜的虾仁 好吃 多椒浓绿鱼 稍微裹了一丢丢的花粉 牛肉很鲜 多椒味很激 黑胡椒牛肉里 好腻哦 现在吃牛排一样 满前出了筋膜的西冷不韦 限量的燕窝丝蛋汤 上面真的有燕窝 我觉得它这个外口不够丝 这个和牛炸最好吃 这个上面是稍微烤过的酱 主要是这个皮 猪到吊渣 这种轻柔的口感 真的绝了 一口一个就满足感这样 直接拉嘛 里面的和牛虾 有加一些小笋丁 在里面调味 一口去吃十个都不太腻的 芥末脆虾球 它这个脆是裹了一层脆丝 然后芥末味在里面不会很冲 更多的是沙拉味 怎么又伤手了 这可没有我想象中的硬 虾脚的皮很薄 满满的虾仁肉 糕点要趁热吃 颜值都很高 有没有 我怎么感觉有一种五人月饼的味道 这个皮比我想象中轻柔很薄很薄 轻轻一碰它就破掉了 切点黑松六水晶饺 好吃 里面有脆笋香菇丁 肉末丁 黑松这个太腥了 这个是我会再点的 这个真的好可爱 它稍微破了 这个皮胸乎意料的有韵着 超次反处咀嚼 才能把这一层看似很薄的皮 才能给它搅细碎 好吃 这个也是会回点的 这边的感觉咱们的点心味道得很好 非常非常好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招牌 茶双广东请来食物 而且我们人是传统的朋友的感觉 我感觉更细腻一点 谢谢 这三T点心的颜值 我之前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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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遇到过 渐变色的小黄饺真的绝了 叶绝特别棒 一整个虾肉 咸淡香腺在里面真的一切都刚刚好 对于像有些虾脚它可能长得差不多 有些皮真的巨厚 馅没味 里面的馅吃起来是散的 不仅是 里面的猪肉蘸皮多 这皮的口感会更有嚼劲更厚实 这道菜就是他们有很惊艳我 但是莱莱还是未典的颜色 看因为它真的很特别 这个颜值 有哪几个食物颜色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 这个皮就跟我刚才吃的粉果口感一样 比下方的皮都还要嫩 这个比较偏三鲜口 马蹄 胡萝卜 玉米 里面还加了一丢丢的细芹 会更清爽一些 抽抽看了一下 这个造型都额外的不一样 不愧是现点的 再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是不是要说 现在都不给我吃了 直接给我只看一下 味道跟他们家消化饺饺是一样的 那个皮 头感有做深洁 层次更丰富 这一道菜还有一个名字就是 告诉你中国的饺子有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包法 一种很鲜的鱼肉 加一些猪肉汁在里面 很鲜美 这个烧麦的皮是包的一个叶子 然后里面鱼子酱鲍鱼 你们吃的时候 建议大家按照我这个顺序吃 层次口感完全不一样 叉烧 可能是凉了 酥肉的口感有点偏硬了 但味很尊重 偏甜口的 一丢丢的男肉风味 原材料也用的不错 但这种就还是要趁这个吃会更好 我喜欢吃偏肥的叉烧 你们呢 玫瑰豉油鸡 这么厚的鸡肉 试出了味儿的 沙爹鸡 它其实沙爹味没有码得很重 但这个皮很脆 哦 酱在这边的 蘸点这个酱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装饰品拿开哦 把这个鸡肉蘸一下这个酱 味就很足了 咱们家真的有够在大胆的 真的很用心在创新 来了一个又超级没有食欲的绿色 黑色 居然做出了一种瓷子砖的滋滋感 看见没有姐妹 它这个黑色 它不是纯黑 我还以为下面是桂林糕 不是的 它是这种透明的 我的妈呀 这个鸡肉 很好吃 上面透明部分就能吃得到桂花 就有口感 要高一点 一定要点 反正我透过光能看得到 是那种透明的 它们下吃的就全程吃下来 感觉跟艺术沾边的 七米 什么七米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以为它这个是折断的木块子 就是饼干棒在上面 饼干是很轻松不黏牙的马圆 然后里面是一个榴莲馅 有这个是皮比沙更优秀 软软糯糯的 你那边菜已经上清 你看现在家里怎么菜 你帮我放这里吧 我等会看一看 我真的很想做做的说一次 不是我要求加菜的 是店员很友好的 把菜单给我 让我加菜的 其实我刚才很多喜欢吃的 我想再点的 但我想给大家看一些更多的菜 我点了一些比较家常的 可能会采雷的 给大家试一下 如果我点了这些都没有采雷 那真的是整本必然点 先下红米茶 鲍鱼鸡丝刀 酱汁干怒 虾然人家跟方面口感都是非常足的 薄醋也裹满了整个虾仁 里面虾仁也给到很多 搞了个灵魂酱 花生酱 现在红米茶必须要有花生酱 我在想为什么成都的点心住住做的又这么好 但大部分的点心店 其实做的还不如自助餐好 看到这里你们觉得这里是多少钱一味 我觉得它这个红火白就做的特别好 就米跟水完全融为一体了口感 米整个米它不是一粒一粒了 它已经膨胀的破了 但是又保留了米香在里面 清淡的连里面的小葱跟姜丝都能吃得到的鲜 来点酱油 我小时候酱油拌干饭都能干两碗 白砂糖拌西饭也能干两碗 它们的饺子这个容器也很好看 这个饺子感觉也好有艺术 主要是这个皮儿还带蕾丝边 鲜肉香味在里面拉满了 然后它这个世界做很好 有一堆堆的姜末跟花生碎 辣子也很香在里面 这回锅肉是囊炒回锅肉 哇 这个囊好脆 这个回锅肉也差大片片的 回锅肉的四大灵魂 炒猪五花 蒜苗 豆豉 火候 对吧 大家都说有回锅肉都有地方一定要有蒜苗 还有一个不能少 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 皮线豆瓣酱 蒸点 进前赌 抓前肘 豆豉排骨 哇 好肥 就这么一丢丢骨头 这么大的一个疯爪 哪些鸡的鸡爪才能叫疯爪 哪些鸡的鸡爪才能叫疯爪 它们叫疯爪 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就不太建议吃有点辣 我今天真的很幸远 刚才吃的那个排骨 一定点骨头都没有纯粥 我们的粤菜真的特别的有讲究 这几个真菜 不同的食材 打底的蔬菜都不一样 今天煮用的萝卜 凤爪用的花生 这个用的是鱼头 这鱼头好好吃啊 一面就花椒了 好吃好吃 因为我之前吃到过不好的排骨 就是那个排骨肉 看上去有骨有肉 但是那个肉就是有不辣有筋 好了总结来了 就他们家关于虾的一切都可以避远点 小点心啊 长粉啊 猪啊 这些都可以点 然后像一些川菜的美食 就肯定乐味容量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猜对了这一家的价格 整个视频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蜜子君 MARIO SMS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评论 我在上面继续呼呼大家了 MARIO